做夢夢到她要我寫這本書 我開始寫這本書 我對她最大的愛 就是讓她善終 為了平心桃的照護問題 琼瑤和季子女鬧翻 還出書暗酸評價 沒想到現在平心桃前妻林婉禎 也用這招槓上琼瑤 封面放上平心桃 過去替林婉禎拍攝的照片 還以沉默五十年 終於發聲當作全書主軸 裡頭將近四分之一的內容 都在控訴琼瑤勾引平心桃 導致一個家庭智力破碎 你不願意跟我一起往火坑裡跳 好吧 我們跳吧 我只要能有你 我什麼都不要 琼瑤在二十五歲那年 受到平心桃的鼓勵 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窗外 還因此到平家吃飯 林婉禎就像對待其他作家一樣 熱情招待琼瑤 雙方互動熱絡 琼瑤當時還說了 你的小兒子跟我的兒子一樣大呢 讓林婉禎萬萬想不到 講出這番話的人 最後竟會介入她的婚姻 過去的事情 其實當然 因為孩子們也經歷過 大家當然是永遠會記得 心疼母親當年的遭遇 林婉禎書中還提到 琼瑤趁著她不在家時 穿新衣跑到平家 問平心桃好不好看 連當時的平家幫擁 都覺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要叫別人的老公看呢 三人婚變 逐漸浮上檯面 甚至某次林婉禎 打電話到琼瑤家找老公 還遭到對方囂張回覆 你自己來把她帶走 事隔50年 林婉禎因為看到孩子和琼瑤 為了平心逃鬧翻 才決定提筆揭露 三人間的感情糾葛 只能有老話一句 人生如戲 記得盼林永 李全台報導